1995年12月1號 一輛車上載滿60公斤炸藥的小貨車 試圖衝進總統官邸 遭到駐位警及時阻止 警方到場後 逮捕了這名開車的嫌犯 發現嫌犯的車上除了炸藥 還留著購買化學物的單據 以及調配炸藥的手稿 1998年12月1號 我國第一個擁有主控權的商用衛星 中心1號正式啟用 不僅提供民眾的通訊電話 以及導航系統的訊號 就連國防部氣象局也使用這一顆衛星 直到12年後 任務由中心2號接替 2015年12月1號 台灣高鐵新增 苗栗 彰化 雲林三個車站 讓中台灣更多民眾 也能體驗高鐵的方便 而多了三個車站加入營運 高鐵也同步調降票價 讓消費者節省荷包 華人新聞 木下翠 戴容賢整理報導